今天有個新聞非常符合我們說的廣東俗語 叫做大媽走得快 或者婆婆走得快 有沒有下戀的 一定有古怪 這個大家都知道 在國內的地鐵月台 有一個人留下了 其實怎麼會留下的呢 我又不明白 用你很小的物件有時候你會不小心放下 就上車了 他整袋手提電腦連同一個袋子 有的 我試過有朋友坐巴士 整部電腦是放在巴士上 他不記得嗎 在想其他東西 真的不奇怪 有一個人就不見了 立即向地鐵的職員說 我留下了 職員都很好 到處找 沒有啊 但當我走上來時見到一個大媽 拿了一個近似的描述 因為他沒有聽過的描述 近似的描述的袋 而且越走越快 很急步地半跑半走 他就在那邊追 越叫越走 叫阿崩叫狗 阿崩叫狗 越叫越走 最後追著他 最初那個大媽都說 我的是我的 那裡面有些什麼 你學得很像 收了些什麼 我的我的 快點說 很多東西你問到 是 作賊心虛 不懂得說 最後就拿回 其實你不要那麼容易讓他走 應該有些叫佛則 他沒有抓到他 沒有截停他 他去報警 拿回他的手機 因為起碼你都要循例查他 不是偷先 他說他撿的 最後他都承認是撿的 是 不如你說地鐵 我今天見到在香港 我覺得挺有趣 挺可愛 有人拍了影片 在南昌站 有個不觸之客 是一隻狗 也不大狗 是雪條狗 他走進去 還走進去 過了卡機 然後走進去搭車 很大隻 拍一條影片 據形容 大家估計他可能因為天氣太熱了 其實在香港養雪囂狗 那些雪囂狗 基本上很慘 大丹 古代牧羊 雪囂 這些都是 很熱的 很熱的 然後見到他在車站裡走進去 據形容他好像很熟悉的地方 但很多人在那裡等 看看有沒有主人 就是有沒有主人 然後港鐵就處理了 處理師是怎樣 他有什麼方法 不敢說個細節 不是人說的 我讀完你還覺得離譜 將九隻引來附廢區 之後再將引領到安全區域 九隻最終由A出口離開車站 其間車站運作並沒有受影響 你看完都覺得有問題 所以虧 Gotta講鐵真的 遮掩掩掩掩掩掩 enjoyed 結果你看起來沒有徕了 那些時候幕具欄她被 projections 都說到 就是趕走了 如果有事像都做得不差 有兩個做法 第一如果有主人 你探索到晶片去找主人 但是師叔如果沒有主人的可能真的沒有 那怎樣呢 如果你交給愛護動物協會 可能又不知道幾天後又沒有了 但是我覺得不是什麼叫做 由A出口離開車站 你真的說是人嗎 大哥 不關我的事了 因為已經不在港鐵在街上 其實去泰路真的是這樣 出去了不關我的事了 就是小朋友在地鐵裡離開走 媽媽 爸爸 周圍我 你會不會帶他到安全區 拜拜 帶他到安全區送他出口 拜拜 小朋友 拜拜 你找一件事給我們讚你都沒有 這麼小事你都處理得這麼慘 如果那個主人真的在找他就慘了 他有主人有樣子 我看過這條片他有狗帶 狗帶沒有 因為毛太多了 角度問題 我也看了很久 真的有狗帶 因為狗帶縮了進去 因為他的頸部多 希望他找回主人 大家想想一隻狗你都這麼緊張 希望他人和狗是一種特別的感覺 當他像一個朋友 600隻狗是否重大問題 最近澳門的600隻狗 我幫他賺了這麼久 然後剩下600隻狗 初時四二太出來又說他自己瘋了 現在又說瘋不完 你瘋不完 你是議員 四二太 那你是不是應該促請政府去善後 其實都不是要你憎 我相信大把愛護動物的人會想領養 比如阿快畢都說他要兩隻 但我們的手續是怎樣 但是另一問題就是檢疫的問題 所以兩地政府是否可以大家去談 兩地政府是一個政府 不是 香港政府這邊 阿公也是一個阿公 都是同鄉媽媽 一個阿爺 一個阿爺 兩個分開國家 沒有事就是一家人 有事就是你還你我還我的 有事就是你又你死我又我回家 其實你做一些特別處理不是很難 如果方便一些香港的人可以有心去領養 如果你是有心做不好你也做不到 我們說六百隻狗的生命 我想再說幾句就是 最終的責任真的在澳門政府裡 你這麼大一個日元跑狗場 那六百隻狗你都不處理 全部都是你自己的責任 我錯了 我看回有一個動物日報的網上 原來他有過一天的領養日 但我錯了已經過了 但他是澳門人而已 不是 在澳門做他沒有說澳門人 在澳門來的 那個領養日 如果你要領養日 我意思是你都帶不到回香港 行不行 我就是所謂行不行 他沒有說不行 我看過那個報道 可能很多手續很煩 你的手續是繁複到 如果你有心想做這件事 你都要卻步 比如說舉個例子 其中一件事 一叫澳門人 你這個狗要在澳門 在澳門 在澳門 過來香港之前 要自己找個地方 我要找 自己找 不是他幫你做 那我找個地方做什麼 我哪裏找個地方 一百二十天 三個月 其實就是 河太呢 他的 purpose 是因為怕他有菌 怕他有檢疫 就是官僚主義 我們有指引 澳門人過來都不用扣了 一百二十天 動物 是啊 我經常覺得 如果你要做到那件事 你給一些想有愛心的人 容易去做 我想做都做不到 是啊 如果香港移民 帶那些狗隻去 都要在那裏 都一定有指引 有指引 但你現在 你這個 我覺得是 可以當作一個特別個案 是有著情 應該是 何太那麼有錢 將全部狗買了 將牠送回原產地 他用什麼買了 全部拿去原產地 送回原產地 送回原產地 有些澳門出生的 還有 送回原產地 還有一件事 就是 又話分兩頭說 你就算有愛心 你也要想一想 其實隔離狗又不一樣 不是一些 就是跑狗 是普通的寵物狗 所以我都說 你最終責任 其實就是 你準備撿的時候 你想清楚怎麼搞 跑馬 也有 香港的退役馬 都去湘魚河 或者有些很好的馬主 就送馬王 送他去澳洲 給他大草原等等 你會有善後工作 你現在說倒閉 那600隻 你又好像不用管 600隻 都是生命 你找個牆牌 也有這麼長一帶 有時候從這些事件 你會看到 例如這些狗 進去港鐵站 你會當是怪物 或者還有這些600隻狗 無家可歸 你明白嗎 譬如你在歐洲 有些地方 你去到 你會看到 別人的地方 真的不同 譬如說 商場有狗下來 有什麼問題 很多人帶著狗去購物 大到 像恐龍一樣 有什麼問題 大家有自律 有些規則遵守 就OK 你嘗試帶一隻狗 去商場 在香港 拔槍 你都還欺負多 另外一隻狗 要不要在夜晚帶到公園 跑 我剛剛看了另外一篇訪問 訪問一隻狗獲的女主人 狗獲你知道 很值錢 現在又不值錢 現在的人說 熱潮過了 她是怎樣 她要晚上三點 叫鬧鐘起床 放狗 因為狗獲經常跟其他狗打架 很吵 當然打贏 但就算你打贏 你殺了別人的狗 你也很麻煩 所以她寧願在晚上三點才放狗 而且她要很多的運動量 起碼走過幾兩個小時 所以她天亮才回家再睡覺 每晚是這樣 絕對是 你隔離狗 一定都需要有空間給她 或者最好讓她跑 以前有些退役馬 告訴你 有些故事很過癮 有些退役馬 退役後 去湘如河 安享萬年 自殺 那些馬 馬怎麼自殺 有一隻 好像在簡炳池馬房 中二寶 因為她不知是夠歲數 不知是十一十二歲 然後沒有讓她跑 很不開心 有一天發覺她在馬隔 撞牆 騎馬 那些訓練學校 不是可以讓她跑嗎 兩體 第一 馬術學校 其實是受不了退役馬 有很多退役馬 未必去了馬術學校 就算去到 也是另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以前學馬術 我們也碰到 其實跳籃的馬 本身 如果人家正統的馬 就分開兩種馬 跳籃的馬 但是香港很多時候 就會拿退役馬做 拿退役馬 有個問題 就是你要很長的時間 改變她那種急躁 她喜歡跑 但是我們馬術 其實不是太需要她跑 譬如她做一些花步 或者跳籃 所以不是每一隻都可以改變 阿通有沒有學過騎馬 沒有 我去年 在深圳很多年前學過 其實真的不容易 很好玩 其實真的不容易 很辛苦 那些技術 原來看就容易了 要學不容易 你有節拍感 還有你要懂得看 他有錯步 還有他會欺負你 因為馬不動車 車不會欺負你 汽車是死物 絕對會欺負你 而且他感覺到你不懂騎馬 他會更加欺負你 所以你要知道怎樣 很危險 我在十幾二十年前 騎過一次 騎過一次 在深圳 我忘記是香蜜湖還是什麼 我看著那個女生小妹妹 被一隻馬拋下來 那隻馬就發脾氣了 他知道他不欺負她 還是怎樣 跳兩跳 然後整個女生掉了 通國 其實什麼運動都有危險 但是你說 我們都不鼓勵那些 那些不是很懂騎馬的人 就走回大陸那些 走去騎 因為他一跑 你真的搞不定 還有那些人不理你 他覺得就是 你們騎上一隻馬 你們都會上去跑 他還會拍的 有些人會走 我也試過 嚇到我 我們就不鼓勵那些 但是如果你真正學馬術那些 其實安全措施是很足的 譬如說你還有學的過程 其實是學會怎樣 你怎樣跌下來 他可能會弄你 那你怎樣跌下來 怎樣避免受傷 還有安全的設備 帽子 頭盔 護膝 那些全部都齊了 你站在地上好像沒有什麼 一坐上馬上的時候 那些大馬 你覺得 哇 已經開始搖 但是你認識騎左右 覺得沒有什麼 我還沒過渡到 我騎當然覺得很辛苦 很好玩的 如果大家想學 現在其實屯門有一個騎馬場 但是 如果現在你報名排隊 現在要排隊的 我就是想說 其實如果你報那些個人 一對一 一個禮拜前報就有了 我的女兒現在 不用排隊 我現在的女兒都在排隊 但是你那些可能是 群組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要問他 在哪間呢 他好像在里原門 現在有幾間 現在比我那時候學 就多了很多 我以前沒有選擇 我那時候學 要不就很遠 去到湘魚河 上水 我也有 挺大的 我是在沙田雞記 雞記農場 就是馬術的訓練場 那時候好玩的 大約是兩百多元半小時 就是去年的價錢 如果沒有記錯 二百多元半小時 現在學沒有我們 以前那麼好玩 現在學 就太多專人服侍你 為什麼 譬如跟你上好馬鞍 跟著整隻馬拖出來 你上馬 不是 你原本是的 他教我 第一次 第一堂就是教我 怎樣整個馬套 那些帶 口不潔 口不潔就不用 馬套 是 怎樣弄一條皮帶 是 但機緣第二堂 又忘記了 你需要跟他馬洗澡嗎 不用 我們要的 一定要洗澡才有 你那些全面 我正常是逐堂逐堂 學騎馬 我們那時候 學的時間是一個小時 但我起碼 整個過程是四五個小時 你是不是進去見習騎士 睡到學校 不是 那時候好玩的 譬如我會買薄荷糖 如果你喜歡馬這個 你幫他洗澡 紅蘿蔔 薄荷糖 餵他吃 就跟他溝通 然後他欺騎你 跟馬吃東西的嘴巴有趣 不是上下 左右 他好像小狗 他認得人 如果你跟他熟了 你一走進去馬隔 他見到你 他就整個頭身長 因為他知道要去吃 那是不是真的馬那麼長 真的 水喉 水喉 Sorry 我想說允網 都好 你要噴噴噴噴 但很大範圍 好像洗車這麼大工程 非常好玩